為了呼吸自由的空氣 冒著風險飄洋過海 也要偷渡來臺 在金門縣烏丘鄉的大邱南方 暗季竟然發現了一名偷渡客 他獨自在岸邊徘徊 旁邊還有一艘扶具 詭異的行徑 被金門的烏丘守備大隊給發現了 趕緊通報暗巡隊前往盤查 果不其然 他是一名中國的偷渡客 他自製了扶具 從福建飄過來 說是為了臺灣的民主自由 天色很黑 岸邊卻有一艘扶艇 附近還有一名男子不斷徘徊 可疑行徑 引起金門烏丘守備大隊主義 原來是中國籍的偷渡客 而暗季上的這艘扶艇 是他自己做的動力扶具 我們自己人搬下 幾個人搬那 這麼壯 他一個人怎麼搬下水 這名男子獨自靠他 從福建一帶 渡海來臺 他宣稱自己是從福建省的 梅州來的 如果從梅州沿海一帶出發 他可是憑自製扶具 橫渡了約三十公里的距離 才來到金門烏丘 這毅力跟勇氣全是因為 嚮往臺灣的民主自由 但才潛藏自由空氣就馬上被抓到 並且因為防疫 先隔離十四天 直接失去自由身 現已通知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及新門縣衛生局等單位 全案已請金門地檢署偵辦 華視新聞李文斌 黃冠傑 彭冠林金門報導 納虹 金門 黃冠傑 德 金門 呂 納 納 納